衝衝衝現在變成鬆鬆鬆 如果這次非洲豬瘟的肉品流入台灣 代表的是行政體系的螺絲鬆了 那我告訴你 最鬆最鬆的就是你本人蘇貞昌 上我們行政部門針對非洲豬瘟議題 有一個叫做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蘇貞昌院長竟然一次都沒開過 你這樣要告訴我 你重視非洲豬瘟 你要抵擋非洲豬瘟 不是在鬼扯嗎 跟大家報告 連賴金德院長自己都開過兩次會當作召集人 他離任的前十天 離任的前十天 還在開還在召開 對照蘇貞昌 你到底有多懶 多不想開會 蘇貞昌院長呢 之前呢就已經被國民黨的主席江啟成踢爆過一次 食安會議應該三個月召開一次 結果呢他竟然高達15個月沒有開 後來再被我踢爆行政院的相關任務編主 不管是相關的委員會或協調匯報 竟然有11個該開未開 或者是預期沒開 蘇貞昌院長 你是啊 您開會啊 您開罵 不開會 有政府不開會 衝衝衝 現在變成鬆鬆鬆 如果這次非洲豬瘟的肉品流入台灣 代表的是行政體系的羅斯松了 那我告訴你 最鬆 最鬆的啊 就是你本人輸真倉啊